Hello 大家好 咱们这节课继续来研究一下Ctap里面这个异部编程 在上节课的时候 大家学完之后可能会有这样一个疑惑 就是说为什么这个Ctap编辑器要把一个Sync方法拆分成多个状态 然后用这种状态机的方式来进行多次调用 我看有朋友还有这个私信问我说 为什么说这个 这个异部操作可以避免现成等待耗时操作 但你这还await了 await了不去还是等待了吗 OK 所以说这节课咱们来进一步的来分析一下 这个Sync和多线程它到底是什么一个关系 我在这先给大家给出结论 当然在这我必须说 这个由于这个Sync和await和这个多线程 什么线程池这些东西都相关 但是我这节课 这个不可能说再把帮大家把那些什么多线程 什么这个线程池等这些基础概念再给大家去再去讲一遍 因为这个不是我这个课程里面 所覆盖的 因此大家如果说对于多线程编程 对于线程池等这些东西不太了解的话 你可以去这个网上搜一些相关的资料 其实也并不难啊 这个基本的使用都很简单 那么我在这先说出这个结论 那么咱们使用await关键字调用的等待期间 那么donate会把当前的线程 当前咱们所使用的这个线程返回到线程池中 然后等咱们的那个等待的那个一步方法调用完成之后 然后咱们donate再会从线程池里边再取出一个线程来执行后续这个代码 也就类似于比如说 只举个例子啊 不一定非常严谨 比如说咱们在这一堆代码 然后呢 在这 await 一个async这么一个方法 然后下面有bbb这么一堆代码 那么咱们执行AA电脑代码的时候 可能是在一这个线程里边来执行 那么到这要执行这个async这个方法了 那么在await了 那么这时候呢 因为我这个线程不能一直在等着 我这线程里干别的去 所以说呢 donate可能就会把当前咱们执行的线程返回到线程池了 然后的话 呃 当这个await了执行结束之后呢 到执行到b的时候 啊 他可能从线程池中又拿出另外一个线程来给咱们用 当这个线程也许有可能还是之前咱们用这个线程 有可能是一个新的线程 这完全取决于线程池的调度 不一定是以前的那个线程 但也有可能是之前那个线程 总之 他是从线程池里边取出一个不用的线程来给咱们用 啊 所以说就会导致说 await之前和之后的线程可能是不是同一个线程 OK 这就是我的这个结论 接下来咱们来写在那边来验证一下 是不是在await之前和之后可能是不一样的线程 当然我这个试验一下的话 可能是同一个线程 但我再执行一遍 很有可能就不是同一个线程了 哈 所以大概率是不是同一个线程 OK 咱们来试一试 呃 在试之前先跟他说一下 咱们在这个donate里边使用这个thread 点currentthread的这个静态成员可以得到咱们当前代码运行所在的那个线程 然后他的那个managedthreadid得到就是当前线程的这个id OK 那么这样的话通过这样一个代码就会获得当前线程的id 因为不同线程他的id是不同的 因此咱们只要一看呦 两次得到这个线程id不一样 那么就知道这两个这两个代码是运行在两个不同的线程中的 OK 咱们做的这个实验 就是咱们往一个文件里边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字幕串 因为非常大的字幕串写的很慢嘛 咱们就可以这个足够的等待时间来看看是不是来这个切换线程了 咱们启动这个viewstudio 咱们新建一个项目 变成切换 在这咱们就看看 在这个写入大文件之前和写入大文件之后 他的那个threadid是不是一样 OK 在这咱们 先打印一下thread 是在这个namespace底下是吧 点 current thread 这是当前的线程 然后点 有threadid吗 没有thread是managed 因为这个线程它都属于这个托管的资源 所以是managedthreadid 托管的这个线程id 然后接下来呢 咱们再构建一个非常大的字幕串 咱们就简单的用一个stringbuilder 来构建一个比较大的字幕串 然后咱们把它写入一个文件 for 就放循环 i等于零 i小于一万 然后append 往这里边append一万次 这个 叉叉叉叉叉 然后把它 咱们通过这个fail read read all text async 是吧 把它写入到咱们的这个一盘 的这个temp a文件夹下的1.txt 它内容就是sb to string 然后在这 avate一下 然后咱们这个man方法 咱们就得写成这个async task 然后呢 在这个写入之后 咱们再打印一下现场的id 咱们执行一下看看 你看到了吧 一开始是1 然后执行完之后 现场id就是8了 当然 也许啊 这个完全取决于这个 这个clr的一个调度 有可能在这拿到还是一样的 但基本上你再运行一面 应该就不会死自己 每次都一样了 OK 基本上大概率上来讲 应该都是这个不一样的 你可以看到 第一次的咱们的线程的id是1 然后直接完了这个大文件写入之后 这个线程就是 线程id就是8了 OK 也就是说 这段在咱们的这个append之前的这个代码 是运行在thread threadid为1的这个线程中的 而这个代码呢 是运行在threadid为8的这个线程中的 OK 这个也就验证了我在这说的这一点 就是这个 一步调用之前和一步调用之后 代码可能是运行在不同的线程中的 在等待期间 然后downet会把当前的线程 返回给线程池 然后等到继续执行的时候 再从线程池中取留线程来 再执行咱们线门代码 OK是大概这样一个步骤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 咱们其实用这个 咱们讲这个一步的时候 那个餐馆点菜的那个例子 很好理解 你进了这个餐馆了 可能有一个服务员带着你来到桌子面前 找一个空桌 把你带到这了 然后给你一个菜单 你点菜 那么这个服务员就去服务别人了 那么等你点好菜之后 来到服务员点这个菜点好了 那可能来的是一个 还是之前服务你这个人 但也有可能来的是另外一个服务员 对不对 这就是说在这个 你等待你点菜期间 服务你的这个服务员 被返回到了这个服务员的这个资源池中 他们会服务新的客户 然后等你需要这个菜点好了 需要这个说菜有点了 菜点好了 叫服务员拿菜单的时候 那么这时候 这是点菜单 叫服务员拿点菜单的时候呢 然后又从现在空险的服务员里边 拿出一个来给你用 然后负责帮你把你点好那个菜给到后厨 OK 这样一个好处 是不是就说这个服务员更可以得到这个充分的利用了 OK 这其实很简单 但是咱们如果说发现咱们试一下 如果写入内人比较少的话 可能会这个这个ID是不变的 你看啊 在这我不写入这个一万次了 我就写入一次 两次吧 咱们再执行 哎 你看 是不是两次都是一啊 说两次都是一啊 那个200 这个到底到多少他才会不一样 这完全取决你电脑性能啊 14 20 11 是吧 OK 因为 取决我这个电脑性能 然后到写入20个战场的自物刷的时候 时间比较短 哎 为什么写入内容比较少的时候 县城就不动了呢 你看 为什么写入内容比较少的时候 前后县城就在同一个县城呢 而如果说写入内容比较多的话 就是两个县城的呢 为什么 其实这事很好理解啊 还是咱们点餐那个 一个服务员把你拉到这个桌子前了 说先生 这是菜单 您点好菜 您叫我就行了 然后在服务员刚刚要走还没走的时候 他夸就点了公保机证 我就点公保机证就行了 这个服务员非得说把自己再扔回这个 这个这个服务员这个池中 然后再拿个别的服务员再过去再服务 他没必要是吧 我还 我还没来的你走呢 你就点好菜了 我就帮你服务不就得了吗 是吧 因为等的时间太短了 还没来的你走 您就点好了 OK 我就不走了 这个和咱们这写的一个例子是不是一样的 这准备好走创了 要写了 刚写了 我这刚又走 等 完了 你接一下步了 那我现身就继续为你服务呗 是吧 就不用再换一个县程了 OK 这是咱们那个CRR的一个优化 就是说到又要等待的时候 如果发现已经执行结束了 那就没必要再切换县程了 剩下代码就继续在之前的县程上继续执行就行了 OK 当然这是取决CRR的一个执行策略啊 这个也许以后会变 这也不一定 到到目前为止是这样 了解一下大概他这样一个优化的逻辑 那么了解到这样一个优化逻辑 其实对于后边咱们更好的使用这个 这个这个SyncAwait也有一个帮助 因为咱们知道了什么情况下 他会发生这个县程切换 我问大家县程切换好吗 县程切换肯定不好 因为县程切换的话 涉及到很多资源的这个切换 这个大家如果学过操作系统这门课的话 应该会知道这个县程切换 会有很多上下文内容这个资源的这个切换 性能比较低 所以说如果说你写一个 这个SyncAwait的这个写这个程序的时候 如果能够尽量避免县程切换 再不影响系统并发的情况下 尽量避免县程切换 那么对于你系统的这个并发性能也是有很大帮助的 所以说理解这一点咱不是闲的没人干的 所以说并不是说咱们了解 这样一个概念是闲的没人干 有事干 对于后续咱们这个一部代码的优化有非常大的帮助 就是说在有的情况下 咱们要想方设法避免这个县程的切换 OK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在咱们下节课就会去讲 行咱们下节课再来的带大家去了解一下说 咱们怎么样的更好的了解这个一部 然后能够让咱们更好的来使用一部未来为来为我们服务 好吧 行 那我是杨真科 一名快乐程序 咱们下节课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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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